今天是2022年1月28日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投票时间 2021微博之夜 年度作品推荐活动终于圆满结束 目前光博也正式官宣了最终的结果 在年度人气音乐作品方面 周深不负众望 有两首歌曲上榜 分别是冠军歌曲《光亮》和季军歌曲《何观同春》 周深的业务能力绝不含糊 另外 在年度人气综艺方面 周深的表现同样出色 周深加盟的两档节目悉速上榜 分别是亚军《令人心动的offer》和季军《创造营2021》 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 周深近距平出 带动了不少的话题 引发网友热议 而在《创造营2021》中 更是综艺感十足 贡献了多个搞笑名产面 其中 在《为我撑药》的舞台被摔 以及《巨可人》的甜甜蜜蜜小白舟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当然也少不了经典歌曲舞台 自己摁门铃自己听 说到这里 小编也突然感觉 好久没有看到周深在综艺节目中扫宝了 不知道2022年后 周深又会出现在哪档节目当中呢 期待一下 虽然还不知道节后有什么节目 但至少我们都知道 今年过节周深有很多的舞台 除了已经过去的25和26日的歌曲舞台之外 单单只是大年初一的晚上 就有四场舞台 分别是北京 江苏 河北 东方 播出的时间都是在初一晚上7点半左右 值得期待 既然说到了2月1日大年初一 那么小编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 除了以上的四场舞台 电影《奇迹奔小孩》也是在淡天上映了 周深演唱了该电影的《心愿曲回到你身边》 同时2月1日大年初一 大家还可以看到周深加盟的 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音乐短片 小编想要说 周深这么密集的半年方式 真的是与众不同 体重火力在大年初一开火 完全有刷屏的架势 这对于歌迷来说十分幸福吧 视频的最后还有一则网络消息 据说2022中国网络年度盛典 将会在大年初二举行 届时将会有斑剪仪式和艺人歌曲舞台 根据网络消息 周深将会加盟 并且演唱歌曲《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当然目前这一消息还没有正式官宣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周深微博之夜参与并获得四个奖 你感受如何呢 大年初一周深火力全开 你期待吗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